神有无限的恩典要给你 犯罪就破坏 你处理罪 马上处理罪就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能够跟从神 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神的恩典的推动 神有无限的恩典 刚才记不记得我说 当你犯罪 魔鬼就偷窃你的生命 但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 你做神吩咐的 不难 神就喜悦 每人小事 神都喜悦 神都祝福 走神的路最好 然后罪就会破坏 所以我们要处理 所以最重点 我告诉你 我的教导 所有的教导的重点 神有无限的恩典 给每一个人 包括欠很多债的人 你欠很多债 神还是有奇妙的计划在你身上 你的邻居有问题 神还是有奇妙的计划 当你顺服神 魔鬼就不能偷窃杀害 毁坏 而且今天所讲的 讨神的喜悦不难 然后我尊重神爱神 就必定蒙福 我就有罪 马上就处理 重点是 能够领受神最大的恩典 这个恩典人人都有 我希望你们能够进入 所以不但去做什么 是神做什么 听清楚 是神做什么 我们只是 怎样领受 神所有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整个生命有祝福 所以我教导的时候 常常用神的恩典 神的计划 鼓励我们 进入神的计划 就是信靠神 信进神 就进入神的计划了 好了 能不能够讲出 我刚才说的 这个最重点 是什么 神有无限的恩典 要赐给你 当你见见神 赠从神 就能够领受这个计划 然后罪会破坏 怎样处理罪 刚才你说的 罪好了 刚才他说十分 这是什么呢 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这个是处理的方法 但最重要 我希望你 常常记得 我所教导 圣经教导 神有无限的恩典 要赐给你 你跟从神 你进入这个计划 你的生命就 不停地提升 你就尽量地发挥 不允许任何事情破坏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